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孔熙岩 恭喜啊 谢谢 谢谢 夫人 是在前面吗 快到了 你就停这里吧 前面不好进去 我陪您一起进去吧 不用了 我的行李只有一个包 自己就可以 这里太偏僻了 市总说您不太认识路 让我尽量都跟着你 我不是路痴 那都是早年公司为了立人设故意说的 这旅馆是自建房吧 也太不安全了 这里不会有人认出我 而且不用身份证中计 周助理 你在这里稍等一下 我拿了东西就出来 好的 夫人 孔熙岩 今天开始 你就是已婚人士了 没想到协议结婚这种事 有一天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以前拍戏的时候都没遇到夫人 世事难料啊 本来以为还要周旋几天 没想到迟婉照这个人还挺痛快 夫人 需要帮忙吗 不用 快好了 你先下去退房吧 好 原本租了一个月 谁知道就住了两天呢 夫人 你先休息一下 晚上我再过来接你 好的 那个周助理 你不用这么客气 叫我名字就好 齿 齿总也没有打算公开我们的关系 您放心 外人面前我会注意的 好 那你先去忙吧 这一下午耽误你了 不会 帮您搬过来也是齿总交代给我的工作 那我先走了 再见 这就是齿婉照家 这就是齿婉照家 谁来了 是好看的小姐姐吗 你叫什么 是孔小姐吗 我是 你好 我是童月 接下来你的工作都由我来安排 周助理应该和您提过 五点钟我们有个饭局 需要我派人来接你吗 当年我是被封杀推全的 他居然能找来童月带我付出 孔小姐 需要我派人过来吗 不用 你把地址发给我就好 麻烦了 好 你同意一下我的微信申请 我把位置发给你 好 得赶紧了 小宝贝 等我收拾好了 再陪你玩 又是什么 要这么好吃吗 这个不可以舔的 我的腮红 碎了 我的小祖宗 不要 我穿这件好看吗 还是这套 你掉不掉毛 夫人 可以出发了 你要走了吗 等我回来 乖 童姐 我到了 等我一会儿 魏老板 您这可不只是一只犬利骨 是一块宝玉 童老师是金牌经济 金口玉盐 吸盐这块宝玉还带你打磨 假以时日 他一定会发光的 承您机言 我等得起 没想到啊 没等发光 宝玉 就成了一块肺鱼 我是童月 我 童小姐 你的所有资料我都有 我们就不用花费时间 在自我介绍了 走吧 好 童姐 童姐 童姐来了 这个就是我要带的人 你们可得帮我好好照顾 别欺负她啊 怎么会 童姐的人 我们伺候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欺负呢 对啊 就是就是啊 自从童姐来咱们请烟 这还是第一次带人吧 刚听说池总完来童月的时候 我还以为不是李姑灵姐 就是带清洁你啊 别瞎说 你是 孔熙岩 我是 童姐 您是带孔熙岩吗 熙岩 是当初插座魏岩和和威 害她们离婚的小三 噓 当初被骂成那样还能付出 不知道又帮上了谁 我都喜欢这角色 好小药啊 来来来 孙岛 你怎么没和我说 今天是大家一起吃饭了 你不是吵着想知道破检的女儿最后定的谁吗 今天聚餐 我带你过来看看 破检也来了 叶熙姐 最近用的什么化妆品啊 瞧这皮肤水嫩的 大家都来了 孙岛也没和我说 早说我就不来扫大家的信了 郭姐说到哪里话 平时想约你都约不上呢 今天难得碰上 可得好好喝几杯啊 来 郭姐坐 这顿饭呢 就当是我们私下培养培养感情 这吧 戏呢下周就要开拍了 大家都忙 之前也不熟 也趁着这个机会认识认识 这是小萧 萧承 破检的男主 孙岛 大家好 以后请多指教啊 顾灵和吴星 是最早就定下的女主角和女三号 大家之前就知道了 都是一个公司的嘛 景烟是咱们这部戏的最大的资方 孙岛 这话说的 好像我和灵姐是带资金组似的 就是 我哪敢呢 现在景烟最红的就数你俩了 当然了 之前一直没定前的女配角色 现在总算找到合适的人选了 细言 还不谢谢孙岛给你这个机会 多谢孙岛 这杯敬你 哪里话 这不都是凭着孔小姐的实力吗 可不是嘛 孔小姐最是有实力了 要不当年怎么敢插租 瞧我这个嘴啊 又乱说话 还心孔小姐别介意啊 不介意 郭义希是孙岛的关系 你把他挤掉 孙岛有了面子 多指教 我可谈不上指教 你终于这点 我出去打电话 好 还是求你灵姐收下留情吧 佟姐是去打电话给池总吗 池总 池婉张也要来 她不是最讨厌饭局应手吗 谁说不是呢 池总三年前回国收购了景烟 让景烟一跃成为国内一流有事公司 姐 你刚签了景烟 了解池总 又签下了金牌经济同院 还没什么接触 就是跟他领了个账而已 不过也难说 今天是孙岛亲自请的 孙岛连拿了两次金领奖 又接了破解 池总这点面子总要给的吧 池总只说有空会过来 那先等着吧 哎 接着说说池总啊 还有什么喜好吗 不是说很多老总都 你可别想了 之前我们公司有个不长眼的 对池总有那么点意思 还没怎么行动就被池总强行解约 扫地出门了 这么 孔小姐 我一直挺好奇的 这几年你去哪儿了 没去哪儿 在家 可是我怎么记得你爸在你出事的时候被活活气死了 其实我挺好奇的 你不会觉得愧疚吗 郭姐还真挺关心我的 那是肯定的 毕竟当年我们是一个公司出来的 我又是你的前辈 关心你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孙导 您说是吧 孙导 你瞧他 又不理人 人家好心关心他嘛 孔小姐 你别介意 小夕啊 性子口直 说话又不过脑子 要是有说错 我替他赔不试了 哪里 孙导言中了 我知道郭姐并无恶意 孔姐 我能叫你孔姐吗 都行 孔姐你不知道 我是你的谜弟 你的电视剧我都看过 可好看了 当时我就觉得你演技真帮 是吗 谢谢 孙导 抱歉 池总说 还有个会议要开 今晚要加班 让我跟您说一声 不用等了 池总可真是个大忙人呐 那我们就不等了 开动吧 大家开动了 不等了 都吃吧 来 孔姐 盘上这鱼 不错 看看肖成 你也知道 这不在献殷勤呢 献什么殷勤 还不是想拍上童姐 之前听说肖成年底合约到期 回来景烟 说不定是真的呢 来不来我们朝阳过 我就不信 还能让童月带他 说的也是 没想到咱们惦记了童姐 加个微信吧 童姐却带了个北风沙 你们听见了吗 肖成主动和人家孔姓炎要微信呢 是啊肖先生 我们也是和你搭戏的 怎么没见你要我们微信啊 那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们能和孔小姐相提并论吗 人家的魅力可是不减当年呢 刚出道就躋身四小花旦 你们能吗 我姐说话还是这么直说 不过说的对 孔姐确实是我们前辈 我刚刚的举动也太唐突了 我自发三倍 肖肖还是年轻啊 以后大家一个剧组 机会有的是吗 孔姐 你不会生气吧 不会 谢谢你帮我结尾 没有 确实是我刚刚激动说错话了 对了孔姐 你和孔姐的关系很好吗 不太熟 哦 没事 以后就熟了 先走了啊 大家路上小心 拜拜 孙岛再见 拜拜 孙岛再见 孙岛再见 我等会儿回公司一趟 你住哪儿 我送你 不用了 孔姐 我自己回去就好 大晚上你一个人不安全 刚刚是我朋友送我来的 他还在等我 我和他一到回去 孔姐放心吧 嗯 也行 后天拍定庄照 别忘了时间 接下来的安排 我会发到你微信上 你留意一下 好 那我先回去了 孔姐拜拜 等一下 孔姐还有事吗 你和周助理 是旧时 他直接把你安排给了我 不是 孔小姐 加把劲 把不是变成是 也不难 走了 把不是变成是 是让我报警吃晚招的大腿吗 今天乖不乖 池总今天不是加班吗 池总很少加班的 我先回去了 嗯 辛苦了周助理 路上小心 为什么 今天都没人陪我 是吗 这一点人看 猫语时机吗 居然还能对话 回来了 嗯 回去洗澡 啊 啊 炎炎不喜欢酒气 好 差点忘了 咱可是卖身来当猫保姆的 给你 先看看 没问题的话 就签了吧 每天出门散步 每周洗一次澡 臭烟喝酒不能爆 为什么让我坏沐浴乳啊 因为你晚上要陪燕燕睡觉 他闻不关其他的味道 这个爱猫狂人 施总 这最后 怎么了 这条的意思就是说除非是演戏 其他时间我都不能离开他 对 有问题吗 没问题 行吧 签字吧 我听佟姐说你今天加班了 她说错了 不过孔小姐进入状态挺快的 这就开始插杠了 活该让你没话找话说 是要睡觉觉了吗 颜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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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重啊 颜颜 你真可爱 我以前也有一只猫 和你一样可爱 她叫女王 你现在工作这么忙 也没空呀 把这小玩意儿送人吧 不能送人 我可以养的 我带她走 这是里面的猫吗 小母猫也太大气了吧 对啊 简直像个女王 女王 你是小女王吗 嗯 爸 把你撑住啊 爸 孔姐 对不起 你王前几天跑出去玩 不小心被卡车撞到了 谁 是我 麻烦让让 施总 这是我的房间 我知道 我带了被子过来 不是 我记得合同上写得很清楚 我们不需要睡同一张床 确实 但是你刚刚签的补充协议上有写明 你除了拍戏之外 其他时间都得和燕燕在一起 我晚上睡觉 是离不开燕燕的 燕燕 过来 睡觉到 我这是 被透露了 施总 要不你把燕燕再回房 孔小姐是怕我对你有所涂谋 你也知道你做得很明显吗 孔小姐是有几分姿色 但我也不是这么不挑食的人 嘿 这人 还是你觉得 你比燕燕更可爱 我哪里不可爱了 施总 你还是带燕燕回房吧 孔小姐 同一个话题我不想重复两遍 我们不够各取所需 你现在 是想毁约 不是 那就上床 施总 那些照片 什么时候给我 还没到时候 放心 答应我还你清白 我就一定会做到 睡吧 完全不够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